这是死者生前最后的监控影像 当时 45岁的漂亮美媒 第一次尝试约会20岁小鲜肉 她打败时髦 脚踩高跟鞋 身穿小短裙 心想这次定会手道起来 马到成功 殊不知 下一秒 一名男子拖着一个大麻袋 从相同位置走出 深夜吕宝来看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 2018年9月24日 地点 四川省雅安市 这天一大早 一个女子急匆匆来到雅安市公安局 与城区分局西城派出所 报案称 自己的闺蜜张眉在9月23日晚11点离家之后 突然失踪不见 到现在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据了解 失踪人张眉 45岁 因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独自一人在家照顾着 有残疾的大儿子和还未成年的小儿子 平日里 张眉基本不会晚上出门 更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 我们就觉得 这个案件应该不是一件普通的失踪案件 所以我们就提前的启动了命案 侦破极致 那此时的张眉到底在哪儿 是离家出走还是遭遇了不测 其家属告诉警方 张眉是一个阳光上进的女人 平时在照顾儿子的同时 还会想方设法的赚钱 这期间也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可就在询问张眉而此时 她告诉警方张眉选择在晚上外出 是由于接到了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 这条线索让警方一场警觉 随即他们调取了张眉的通话记录 很快一个叫朱健的男子音 最后一次与张眉通话 进入警方事业 据调查朱健 贵州安顺人 有吸毒和盗窃前科 而且来雅安四年 都没什么正当职业 更为重要的是 张眉失踪后的第二天 朱健也离开了雅安 朱健为何突然消失 张眉的失踪会与她有关 随后 警方对朱健的行踪轨迹进行了调查 结果让人很意外 朱健在2018年9月24日 乘坐火车返回了贵州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雅安警方得知朱健 突然离开雅安只是因为母亲病重 必须立即回家照顾 而给张眉打电话 也只是想在张眉那买点礼物 回家带给母亲 可由于双方价格没有谈落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最终 警方在监控录像的佐证 以及朱健父母的口供下 确定朱健和张眉的失踪 没有任何关系 而在调查中 朱健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9月23日晚 他与张眉沟通买东西时 张眉正坐出租车出门了 以此为线索 警方调取了张眉家附近的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 在2018年9月23日23点14分 张眉搭乘出租车来到张家山路90号 当时他身穿黑色短裙 脚踩高跟鞋 身更半叶 打败时髦的张眉来这儿做什么呢 为了能得到更多有效线索 侦察员对雅安市张家山路90号 做了实地调查 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 因而被当地人叫做90号大院 平时里面居住着大量租住客 人员关系十分复杂 临次置笔的房屋 四通八达的道路 让这个人员构成本来就很复杂的区域 显得更加杂乱 之前 警方得知张眉在9月23日进入该区域后 就没再出来 手机也随之关机 这说明 张眉一直在90号大院里 此时的他可能已经被人拘禁 或者已经遇害 随后 侦察员对90号大院唯一出口的监控录像进行了调研 很快 一名行踪诡异的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在9月24日凌晨4点24分 可疑男从90号大院走出 一只手拿着一伞 一只手拎着装满东西的塑料袋 虽然东西不多 但从男子的动作来看 里面的东西很重 为了不放过任何线索 侦察员对该可疑男在9月24日的行踪轨迹 进行了调查还原 监控显示 9月24日凌晨0点14分 该男子走出90号大院 在周边闲逛一圈 然后进入小卖店买了点东西 之后迅速回到90号大院 两个小时后 也就是凌晨2点26分 可疑男再次走出大院 这次他穿过马路 来到一家小吃店 他点了一碗面条 可在吃面条时 男子显得心不在焉 时不时看看外面或者身后 有时还故意拍开身上的灰尘 这与正常人去吃面完全不同 凌晨时分 冒雨来吃面条 整个过程却显得没有胃口 且情绪多少有些紧张和不安 很显然 这个男子有心事 肯定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随着对监控录像的进一步查看 侦察员发现可疑男吃完面条后 并没有立即回家 而是在20分钟后返回90号大院 由于侦察员没找到该时间段的监控录像 男子具体去做了什么 侦察员也是不得而知 就在可疑男返回90号大院两个小时后 也就是凌晨4点30分左右 男子第三次走出90号大院 这次他一改常态 从家里带出一大袋东西 并扔到了垃圾桶里 随后 侦察员对可疑男吃完面条后的20分钟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辗转到一家小卖部 买了一个很大的编制袋 凌晨4点多 男子为何要去买一个编制袋 一种不祥预感在侦察员心中产生 或许张梅不是失踪 而是被人杀害 因而监控中的那个可疑男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之后 侦察员将调查重点转向监控中的可疑男 进一步核查相关监控录像后 侦察员发现在张梅失踪前 也就是2018年9月23日中午 该可疑男出现在90号大院门口 当时 他不断玩着手机 时不时望向公路 貌似在等待什么人 几分钟后 路边停下一辆三轮车 下来一个与张梅同样打扮的女人 随着女人进入90号大院后 可疑男也跟着消失了 从监控里 侦察员无法判定可疑男就是在等待这个女人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从三轮车下来的女人正是失踪人张梅 不到半天时间 张梅为何两次造访90号大院 而两次都与可疑男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这绝非单纯的巧合 侦察员判定 要向查明张梅的去向 就需要首先找到这名可疑男 虽然可疑男多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 但始终没留下自己的真实信息 附近居民也表示不认识他 可疑男的身份亦是成了谜 为了尽快查明可疑男的身份 侦察员调阅了90号大院周边的道路监控 希望在这里面能发现可疑男的行踪轨迹 在看了一段又一段录像后 一条关键线索浮现出来 录像显示可疑男正和一女子结伴出行 最后搭乘一辆小汽车离开 据调查可疑男搭乘的汽车是一辆网约车 在司机的帮助下 警方找到了轿车的女子中某 在他的帮助下警方最终确定可疑男名叫赵权 得此线索警方如获之宝 随即对赵权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发现他本人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经济上比较凶 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喜欢网络游戏 警方调查发现失踪人张梅平时喜欢打扮 喜欢带金银首饰 那会不会因为这些 让赵权对张梅产生了强夺财务的念头 更为重要的是有居民反映 在张梅进入90号大院的那天晚上 赵权家曾经传出一对男女的争吵声 一声惨叫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说明张梅的失踪与赵权有关 而且此时张梅已经遇害 眼下最重要的是给赵权免费送一副银首桌 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赵权 谈何容易呢 就在警方还在制定对赵权的抓捕计划时 侦察员发现张梅的银行账户竟有人在消费 该人在亚安一网吧买了一包烟 得此消息 侦察员立即来到该网吧 调阅监控录像发现 购买烟的正好是赵权 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 此时的赵权正在网吧上网打游戏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侦察员组织人手 对赵权实施了抓捕 到案后的赵权感到很无辜 对张梅的失踪也是矢口否认 一旦警方讯问他关键问题时 就装疯卖傻试图逃避打击 审讯赵权的同时 技术人员也来到了赵权家 如果张梅已经遇害 赵权的家很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 技术人员对赵权家做了地毯式勘察 可由于地板都被打扫清洗过 技术人员并没有发现可疑血迹 就在技术人员打算失落而归时 门框一处不起眼的血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通过检验该血字为人血 有了这些关键的证据后 审讯人员小之余里 动致疫情 最后赵权的心理防线被打破 交代了他已经杀害张梅的犯罪事实 在赵权的指认下 警方在90号大院背后荒山的某处垃圾堆里 找到了张梅的尸体 到此不禁让人好奇 赵权一个20多岁 风华正茂的未婚青年 张梅一个40多岁 养育着两个孩子的中年母亲 他俩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据赵权交代自己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张梅 在聊天时 赵权希望张梅帮自己介绍一个女朋友 对于这个请求 张梅也是爽快答应 但必须给自己一些红包做报酬 为了能找到女朋友 赵权选择了答应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他 哪会有钱给张梅发红包呢 2018年9月23日中午 张梅应约来到赵权的租主地 这是两人认识后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张梅给赵权开始介绍女朋友的时候 在出租屋内 张梅再次提出让赵权请他吃饭 并购买香水作为见面 可赵权却以中午要睡午觉进行推托 没有办法 张梅只好兴兴而归 眼看着找女朋友的事就快慌了 稀有不甘的赵权再次给张梅发去信息 希望他晚上能过来 9月23日23点14分 张梅再次来到赵权家 一进入房间 张梅就开始询问什么时候去买香水 可赵权一天太晚 商店以关门为借口 打算再次推托 眼看赵权一次又一次地敷衍自己 赵梅很生气 甚至对赵权谩骂起来 生活本不如意的赵权 当听到张梅一声又一声扎心的谩骂声 彻底变得愤怒 在张梅打算穿鞋离开时 赵权用砖头将张梅活活砸死 事后赵权多次出门 就是为了购买物品 方便清理作案现场 最后更是将尸体随意掩埋在垃圾堆里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 赵权因自己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